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9月17号 星期四天下新闻 我是李清文 新闻开始我们带您关注的是 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放弃出售TikTok美国业务给微软 日前宣布了甲骨文成为TikTok技术合作伙伴 在美国成立新公司来处理TikTok美国用户的数据 解决了美国安全固利 而特朗普总统不喜欢字节跳动保留多数的固圈 令收购案前景不乐观 不过美国微信用户可能将不会受到行政禁令的影响 收看我们以下的详经报道 白宫8月份发布行政令 让字节跳动在45天内出售或重组TikTok美国业务 特朗普9月10日还强调TikTok要么关掉要么卖掉 不会延长禁令最后限期 但字节跳动一直与特朗普关系良好的甲骨文 及美国投资者加紧讨论 找出一个能够解决美国安全顾虑 又能符合中国出口新规的方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 CIA也有代表参与其中的讨论 在特朗普原先设定的9月15日完成交易日期之前 字节跳动宣布已经向美国官员提交计划 与甲骨文合作 建立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的新公司 接管TikTok的业务 外界相信字节跳动与甲骨文及美方投资者的协议 已经充分考虑到美方关切的数据安全问题 有关TikTok与甲骨文交易的最终协议签署 还需要获得中国和美国相关部门的批准 特朗普表示他在周四会听取TikTok这一交易的简报 但在取得更多资讯之前 他不会批准这项交易 而多名共和党议员也对这项交易提出疑虑 由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欧领头的 好几位共和党参议员 联名写信给特朗普 要求总统基于国家安全利益否决这项交易 因为这项交易仍与中国所有者保持密切的关系 此前 微软在争取特朗普政府和美国议员 支持收购TikTok案时宣称 TikTok有安全风险 但微软可以解决 随后北京当局采取反制手段 发布人工智能技术出口禁令 拒绝批准字节跳动出售TikTok相关AI互动技术 作为折中选项 选择甲骨文可以在保留TikTok少数股权的同时 消除美国的安全疑虑 目前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正审核条款细节 但如特朗普政府坚持让美国投资者 获得对TikTok的多数股权恐令交易再生变 出于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考虑 除了TikTok 特朗普8月也针对微信发布另外一个行政令 要求商务部在9月20日之前起草具体措施 阻止该应用的交易 美国微信用户联盟就行政令向旧金山地区法庭提出诉讼 作为回应 9月16日 美国司法部交易法院的一份文件称 商务部不打算对那些只是使用或下载微信 用于在用户间传递个人或企业资讯的个人及团体 采取行动 司法部还称 普通用户如果继续使用微信 不会承担刑事或民事责任 不过这份文件是否有法律效力 能否代表特朗普政府的意见 还有待考察 9月15日 拥有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堪萨斯大学宣布 20日起 学校电子设备和校园网络用户不得使用微信 该通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多名国际学生和教职工 成为第一所宣布实施微信禁令的高校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